感恩光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卢台长新年好 我是1986年出生的,属虎 我今天想问一下我的身体 还有问一下身体有没有灵性,要多少张小房子 小弟你是个好孩子,但是你怀才不遇 因为你的上辈子这段时间 就是说你没有做很多的好事 我讲给你听,你上辈子是个女的 而且长得很好看 你就是因为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听得懂吗 所以你这辈子投一个男的 虽然是有来回环抱一个别人的感情的 所以你的感情第一次一定出差错 第一次谈恋爱你一定会失败 谢谢,谢谢台长 第二,小弟你自己要振作精神 每天要给自己增加阳气 每天要念大悲咒 大悲咒至少一天 你要念二十一遍 否则你的阳气不足 明白了吗 而且你现在心中还有恨 你要把这个恨要忘掉 谢谢 台长告诉你,你不要去恨别人 因为这是你的命当中有的 我已经可以告诉你了 就是感情问题 所以你恨别人就会伤自己 赶快要解脱出来 好好地做你的事业 否则的话你的事业也会不顺 谢谢,谢谢台长 你要念天天念准提神咒 一天念四十九遍 很短的准提神咒是心想事成的经 好吗 好的 台长我先想问一下 这个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 还有婚姻的事情 你的血液有点问题 小弟 血液 你自己有感觉吗 今天浑身累 怕不起来 真的是怕不起来 就是吃什么都怕不起来 看见吗 吃多少也胖不起来 小弟你知道吗 第一 你缺甜 那怎么补这个 你可以到医生这里验个血 他会告诉你血液当中缺什么 你就补什么 靠自己补没有用的 明白吗 第一 第二呢 你的血色素不好 你的内分泌严重失调 你晚上想的太多了 睡觉之前不停的想这个想那个 听得懂了吗 小弟 台长说的对 不能这样 台长教你一个方法 睡觉之前 比方说你想不通的事情 很难过的事情 会影响你睡觉的事情 你就拿张纸 拿张纸之后呢 你把想不通的事情全部写下来 小弟听得懂了吗 写下来之后 好 明天我继续想 继续去做 现在睡觉 记住一句话 这样睡眠改变 人的生物中改变 你的脑子的脑细胞循环就会好 你现在的脑细胞 我看你整个都是迟钝的 所以你现在有没有 人家讲你 记性不好 反应很慢 有没有啊 台长是有的 就是说我的这个 说话比较满 所以你念心经二十一遍 大悲咒二十一遍 会明显改善 而且要多晒太阳 背要多晒太阳 你阳气缺少 阳气很少 谢谢 谢谢台长 台长这边想问一下 我的鼠虎是什么颜色 你的老虎是吧 几几年呐 八六年 八六年的老虎 偏深色的 你这个老虎啊 是一直在深山老林里不出来的 所以你这个人喜欢待在家里 是喜欢待在家里 明白了吗 人挺好的 很善良 所以呢 我看你呢 以后谈恋爱 这个网上谈恋爱的事 不是太保险 最好托人介绍 或者呢 你念经之后呢 以后会有佛友啊 佛友我们很多小女孩 长得很漂亮 良心很好 你好好找一个 不要乱找了 网上这种你都不知道他是谁 有一个人网上跟他谈了半天 是个男的 好 多谢台长 这边想问一个王人 他的名字叫做中金汉 是这个钟表的中 北京的金 汉族的汉 他是在2009年过世的 男的女的 男的 哦 年纪都不大 中金汉 是不大 是我舅舅他 看上去还蛮精神的 你没给他念过小房子吧 我还没有学佛 所以他不是太好 他拼命想到阿修罗道 但是呢 他现在是在 人道 就是在 就是白天可以在人道里飞啊 混啊 但是晚上他必须要到敌府去跑道 这是你爸爸 我看 我好像看像你父亲 是你父亲吗 是我的舅舅 舅舅是吧 对 长得跟你很像 他有胡子 他有胡子的 胡子蛮多的 是有胡子 你赶快帮他超度吧 需要念多少小房子 很多 你如果真的想帮他超度 六十八章 念完之后 他离开这个地府 要到天上去 阿修罗道去的时候呢 我会 我会让他托个梦给你 到你梦里来看你 好吧 好的 谢谢台长 你给他念吧 谢谢台长